因緣集會之下有被清發署邀請去舉辦一個類似跨國的公民社群的一個對談活動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機會所以我們會獲得一個在10月21號跟22號去清發署舉辦的活動 現場擺攤的一個機會 那我想說就把這個開成一個坑 然後讓社群參與者可以來參與這樣子 那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個擺攤的一個相關的資訊 那我們的協助單位是教育部的青年發展署 然後它的活動是2022年的一個國際青年論壇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到網上去看相關的活動資訊 然後它的日期是10月21號跟22號 然後地點是在蒙甲大道上的隔萊天洋大飯店的13樓 然後10層的話大概是像左邊的一樣 然後就是這邊圖沒有辦法放很大 所以沒關係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參考公比上的連結這樣子 然後當天會有另外兩個組織跟我們一起辦這個擺攤的活動 然後裝潢ASSEC亞洲什麼商學學生會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是那個Impact Hub台北這樣子 所以就是會有相關的一個活動 那它的給我們的示意圖大概長這個樣子 就是談會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因為它的活動是會邀請國內跟國外的青年共同來參與的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好像就是國內跟國外的青年介紹G0V社群的一個機會 那所以我也覺得說可以讓社群參與者大家來參與這樣子 那它的時程是包含了10、20號就是活動前一天的佈置跟場部 然後10月21號的話會有一個現場交流的一個機會 那比較尷尬的是10、22號因為我們真的要沒有人了 就是我們常說G0V的精神是沒有人 但因為那天剛好撞到我們10月的大松 然後也是我們10週年的活動 所以我們當天可能真的是沒有人的攤位這樣子 對,所以會需要有人 我們一起來集思廣義一下想一下 如果沒有人的話我們的攤位可以怎麼呈現 那所以我們今天想要達成的目標就是我們希望初步確認 就是當天可以來的參與者名單 還有招募其他參與者的方式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希望跟舊松團那邊確認說 目前舊松團那邊可以提供的一些文宣品 還有一些有沒有需要翻譯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希望可以想出一個12、22號 沒有人的擺攤的替代方式跟分工 然後第四個是我們希望整理跟會整 因為有國際青年參加嘛 所以會希望可以整理跟會整 就是跟G0B相關的外文文宣的資源 那如果必要的話可以開一個翻譯坑 所以歡迎有翻譯的人 懂翻譯的人 大家可以進來參與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如果對於介紹G0B有興趣 或者是想要跟國際青年交流的人的話 我們也非常歡迎大家加入我們這個坑這樣子 然後我的坑在前面 跟那個10週年生日爬擺在一起 所以就歡迎大家一起來 對,好,那我們的共筆連結大概長在 共筆連結就是這樣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直接掃上面的QR Code 那我們需要的人的話就是需要一起來擺攤 會想要練英國 願意來幫忙介紹整個社群的人 好,那我們介紹到大陸院結束 謝謝大家 好,感謝Peter 好, Pip ie 謝謝大家 esteem 謝謝你